小沈阳为什么不火呢 那这个我只说啊 主要还是能力有限 因为能力有限 所以说导致他在成名之后呢 难以持续性的创造出那些 叫好又叫做的这个作品呢 用以维持自己的这个声望嘛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你就想嘛 小沈阳自打春晚不差钱火了之后 他还有没有出过 跟这个不差钱影响力 一样的这个大作品啊 肯定没有了嘛 李先生在后面的这个 小品层面里面呢 他作为主演啊 能让我记住的这个小品 我印象当中都没有 那你说这个小沈阳 主要是去演电影了 那这个对的 但问题是你电影电影剧 也没有交出什么 炸裂的这个代表作啊 是不是啊 你到时候一看是 趁着刚火那会儿 势头拍了那个 几个古装喜剧 像什么大笑江湖 像什么跟张博之演的 河东士火山 但说实在的 不大好看吗 也没有在这个市场当中 掀起什么太大波澜吗 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很简单 不是说小沈阳是个饭桶 不是说他是素质成名 是吧 没有本身没什么能力的 他实际上是有表演实力跟天赋的 但只是小沈阳的这个演技呢 有局限性 属于那种天生配角型演员 我就直说了 演配角很合适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很粗彩 但你让他演主角呢 扛不住 你像我在这个之前 好几个戏里面 像唐人街探案里面 是吧 他不是演那个混混头子吗 是吧 短短出现那么极端 就很诙谐动人 很好看 对啊 还有那个一代宗师里面 不是演那个三江水吗 去勒索张正 然后被张正打成猪头 那个也是演得非常好的 短短演那么一段 就挺可乐 但是一演主角呢 尤其是要收起搞笑 演出一本正经的 这个证据戏份的时候呢 感觉小沈阳就不对了 甚至都会觉得很别扭 你像之前专门给他弄了 一个说书人 演的也是乏善可乘 说白了就是演技是有的 但是没有到达那种各类角色 都能够拿得下来 或是没有到达 能够让他以这个 这个主角的这个身份 去拿下一整个戏的这个程度 对不对 这个你别觉得有什么 本来就是很难的 你刚才像李成熟那样的 在我们印象当中 又演技那么好的一个人 但其实你让他去单纲主演 演出一个乍列的 这个代表性的这个作品来的话 也很难啊 他就是说你那种 顶级配角的这个演员 定性定好了吗 那另外还有一个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作品出来 在现如今呢 其实你想要维持名声 倒还有一个办法 你就去上综艺嘛 你比方说去演那个真人秀 或者说去当个主持 或者说评委 你像顺宏雷 其实这些年 也没有那么过瘾的这个作品 但啪一上这个极限挑战 洗皮笑脸一下 也把这个热度给撑住了 或者说咱再说个极致的 这个案例 郭德纲 他后面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好的这个作品 尤其是这个 0508巅峰三年过了之后 就没有再密集性的出现 什么经典 炸裂的这个好作品了 是吧 但热度不减啊 其实哪怕像郭老师这样的 他不说象征的 他也依然能火的 因为实力太强悍了 他不光能上真人秀啊 还能当主持啊 还能做评委啊 都炸裂都好笑嘛 你不光观众认 连专业的这个节目组 行将也都是认的 所以说大家都认的话 他就会一直有市场 反之小沈阳 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利索的 这个嘴皮子 第二个的话呢 他只是在这个特定环境下 特定角色下 他能够忧你一把 忧默一把 是吧 当然生活当中 访谈的时候 真人秀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其实偏文静 这个人话不多 甚至还有点 拘谨内敛的有的时候 那要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整效果了嘛 这个就很要命了嘛 是不是 当然在小沈阳 这个问题上的 其实最后还有一点 那就是 赵本山自打这个春晚之后啊 后续就没有像 这个小沈阳 倾斜太多的资源了 有没有发现 但凡是如果说是像这个 乡村爱情 刘了根 或者说像最近的这个 雀道门传奇 这样有全国知名度 这个大剧啊 持续性的给小沈阳 安排几个好角色 哪怕其中 乍一个呢 小沈阳的这个绅士呢 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 当然你从这些年 赵本山分配角色的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赵本山主要还是在 用像文松 宋小峰 宋小宝 唐建军 王小丽 田娃这些人呢 很多电影剧 他都不带小沈阳了 咱们咱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啊 但是从客观上来讲 离了师父的资源 自己呢 又没有办法 像范围老师那样 出去打出一片天 最后可不就是吗 风光自然也就 漫漫不在了 你说呢 我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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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了